谢谢主席 其实也花了很大的心力 你们发起所谓的紫锥花的运动 那这个紫锥花的运动呢 我仔细去看了一下你们现行的这些内容 我不晓得是不是太流语这个口号式 包括你们要去传唱 明天会更好这首歌 这首歌是民国74年 其实还蛮老的一首歌 那另外一个是 这个紫锥花的运动 你们也录制了20秒的这个广告 就是英雄者联盟 反读广告 我不晓得市长自己有没有看过 我看了之后觉得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 另外一个你们各地呢 去大量发放文宣 包括制作钥匙圈 书签 面板 吊试 那甚至呢 前几天其实我办公室有这个大专生来参访 我就问他说 现在这个反读运动 教育部这个紫锥花运动 你们知不知道 他说他只有看到两面棋子呢 插在他们的学生活动中心 那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学生对于实质的内涵 完全不了解 所以呢 本期是觉得说 我们既然要好好落实反读的宣导 但是现行规划的这一些 看起来很停留在表面式口号式的宣传 那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教育部可不可以进一步怎么样积极的来改善 让我们的孩子是真的知道说 吸食毒品对他真正产生的严重的危害 像前阵子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K他命他对于他身体生理的影响 例如说膀胱严重的萎缩 他要连续这个上好多次厕所 甚至要包尿布等等 像这些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不晓得教育部你们在宣导的层面 是不是可以更从实质的内容 而不要做这一些 这传唱歌曲没有意义啊 因为这个其实只是洗脑式口号式的 对于实质的内容真的没有意义 这个次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是谢谢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其实在有关于缓读的宣导教育的部分 其实过去就一直都在做 但是确实就像委员所讲的 在中小学部分可能做的会比较好一点 大专院校那一块其实是做的比较不好 那我们推止追发运动 基本上是让社会共同去关心一个缓读的议题 实质它的内涵确实是比较缺的 就像王委员所讲的 那那一块东西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教育 包括各级老师 包括各种教材的提供的部分 其实另外也在推 也包括我们现在也规划 希望能够透过国中小的家庭联络部 把那个一些有关缓读的一些教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让家长也知道 不只是老师 那你融入正式课程的部分已经开始在做了 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上几个小时 现在事实上它是在 并没有设定多少个小时 一定要有多少个小时 而是融入到在健康跟健康课程里面 要求学校老师在健康课程里面 必须把这部分也纳入他的教材 那他上的内容呢 他会上哪些内容 部里面有各种的宣导的教材 也包括法务部 卫生署 他们都有提供 就像您刚刚讲的 用Ketamine之后会造成那个 所谓终生药包尿布这样的问题 其实也都有相关的教学的引带 这东西其实都让老师灵活在运用 那你们怎么样去督导说确定每一所学校 每一个班级老师真的都有上这样的课 你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 我想当然在教育部来讲 我们只能到县市政府的层次 所以我们包括在地方的教育统合市岛的时候 我们都把有关于毒品教育的宣导 在各个县市里面推动的状况 列为一个主要的重点 了解各个县市如何去督导学校 有关于把缓毒教育真的落实到校园里面 我们会加强这部分的实施 对我觉得落实才是真正的重点 因为学校如果没有落实 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他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清楚的认知 那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最好的场域 与其拍那么多广告 其实你真正要教育的对象 就在你学校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教育部应该可以花更大的心力 就是其他的这个内容 可以请卫生署或是法务部提供 但是你们是一个很好实施教育的场所 好不好 这个部分一定要落实 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毒品通报的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数字 就是从这个国际上面 国际世界卫生组织 他说曾经使用毒品的分析结果 他预估我们2010年12到16岁的青少年药物 滥用盛行率是0.58% 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国一到高三的学生 大概164万人 推估出来大概其实是9000人 但是现行我们看到 我们国内的校安统计通报 2011年只有1810件 显示说我们实质发生的 跟学校通报出来的还是呈现蛮大的一个落差 那这个部分我有观察到 就是说现行教育部 针对这个毒品通报 其实你们是比较没有采奖力的措施 那我发现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学校通常都是比较封闭的 他很担心这个万一通报 学生是有吸食毒品 对整个校域会有严重的影响 所以对学校校方来讲 他就不见得想要积极的通报 因为通报之后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吸食毒品了 可能怕这个家长会担心 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可能就是知而不报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 本席是认为说 其实教育部站在一个中央主管机关 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让学校不是因为担心通报以后 校域受损 而是说你通报之后 你可以透过私底下的奖励方式 去肯定他们愿意主动去发现学生的问题 这个机制 我看你们现行的这个整个校园安全 跟灾害事件通报作为要点 里面并没有相关奖励的措施跟办法 那这个部分次长 你是不是要去研议一下 怎么样去可以鼓励校长 就是他其实是愿意多通报 不会因为通报受到惩罚 而反而其实是一个得到行政上面的奖励 是 谢谢王委员 我们对于春辉专案就是缓读的 春辉专案执行绩效良好的学校 其实是有奖励的 是有一些奖励 那对于有关学校通报的数量多寡 我们不会来惩罚学校 反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说 经通报发现的这个学生 有毒品 使用毒品的这种嫌疑 学校 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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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